你發這個這麼大的答案打到死 民進黨介入了 法律師政府介入了 學校單位知道了 法律總統也知道了 想說算了 日來總比不來好嘛 總是罵了之後有做 算了不要再罵你了嘛 我的心態是這樣 你臉縮回去就好我就打不到了 我這幾天也沒有再罵你了 你現在臉皮又出來了 臉又貼過來我XX當然一把掌褲下去 我今天喔 我是不想要讓球團難做 那你不爽你不用衝著球團來 你衝著我來就好了 你要告我歡迎你告 如果你說我在造謠我再毀謗 歡迎你告我 我們大家去法院連同校長連同 你們學校的人都調證人去法院嘛 然後大家把上班出來嘛 讓法官去查一查 你一開始怎麼不出來 直接直接直接碰我 你看這個新聞報三四天了 每天都有進度嘛 今天是進度是鋪地板嘛 昨天是進度是喔終於 答應了24小時 讓他去去修 法律市政府也幫忙 體育處也幫忙 體育局也幫忙 中央也幫忙 大家都幫忙 然後一大堆政治人物立委 都去幫忙 我講一個白的啦 如果今天 我講出來的不是事實 那你們後面做那麼多動作 是不是事實嘛 是嘛 館長提到 子宮 宗教級 直教團體 陳豬 鹹魚 事實不符 我有說你只租給直銷跟紫衣嗎 我是說當球團跟你協調 要裝修的時候 你不讓人家裝修 當球團要你打折的時候 你不讓人家打折 然後你嗆人家 你嗆球團 人家安利 人家紫衣神教一次就是幾百萬再租的 租你們還算便宜 你有沒有講嘛 你沒有講我怎麼知道 人家前面三個月協調 然後幫你做了一大堆東西 我再給他講 詳細一點 上個月的過程 就是球團 一直跟學校要求他們要裝修 沒沒看 而且是在 浩爾沒來之前 雲豹的老闆就打算花很多錢 去改善這個球場 結果他們校方就很惡意的刁難 拖延 然後說法律 跟你講法規法律 就拖啦 拖到我那一天 去跟老闆吃飯 就是我開直播第一天罵他那一天 所以你說我造謠 球團老闆 球團的人親自跟我一邊吃飯 是跟我講 特別提醒 這三個月時間呢 體大啦 跟人家講說 叫人家整修一些東西 什麼育嬰室有的沒的 整修周遭 人家錢就花下去 花了錢之後呢 我不想要講 你還發生平稿 你要我講很細 四人是你 你這聲明是讓我打臉的 這事情 親而所見 親而所見 人家三個月裡面幫你做了 花了一大堆錢 做了這些事情 人家之後去再找你的時候 你居然跟人家講說 那就當你球團送我啊 啊打折是沒有啦 人家安利啦 人家子依啦 人家怎麼樣幾百萬啊 你是不是動不動就跟人家講這個嗎 人家今天要花這麼多錢 跟你提出計畫 商量三個月 前面答應人家 後面又拖 後面到最後又不讓人家做 然後又不撿租嘛 他說我所有的掌跡 單場不符嘛 一百萬的四十不符 雲豹球團租用體育館 比賽部分 比賽當日 依照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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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收13萬5千 來 這個很好笑 未含冷氣清潔費 非比賽日五折 且部分工間體育提供實用 出到這14天 所以總共是多少錢 他這個又跟大家在玩 在玩迷糊仗了啦 未含冷氣清潔費 所以冷氣清潔費加起來多少錢 然後五折 他一日都非比賽日 你可以告我嗎 我這個數據球團老闆親口講的嘛 他就是說換算起來 平均一個禮拜只能打比賽一天 算起來一場等於差不多一百多萬 一百萬 你發這個就讓達人打到死耶 民進黨列入了 法院市政府介入了 學校單位知道了 法院總統也知道了 想說算了 直來總比不來好嘛 總是罵了之後有做 算了不要再罵你們吧 我的心態是這樣 你臉縮回去就好 我就打不到了 我這幾天也沒有再罵你了 你現在臉皮又出來了 臉又貼過來 我當然一把掌戶下去